立陶宛在今年6月的时候宣布捐赠台湾2万剂疫苗 让两国关系升温 却传出中国对立陶宛农产品等货物砍单打压 那么现在台湾决定要给予实质的帮助了 今天下午冒险特别举办了采购洽谈会 接下来将透过与通路商媒合引进立陶宛的商品 民众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在超商卖场买到更多立陶宛的精致农产品 不但让台湾民众多一点购物的选择 也能够实际透过采购行动来支持两国的友好关系 各式各样的巧克力还有酒水饮料 包装上看起来别具特色 口味肯定也相当特别 这些都是来自于立陶宛 而未来在台湾的大卖场也许都能轻松买到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从远方而来 得从这里说起 今年6月立陶宛宣布捐赠台湾2万剂疫苗 让台湾好感谢 但随之而来的却传出中国对立陶宛农产品等货物 砍单打压 台湾决定帮帮好友 受外交部的委托来办理这一项台湾跟立陶宛的农产品商机 媒合会 那特别是在金融科技 Fintech方面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科技项目上面 外贸协会会继续来进行这些科技产业媒合 随着贸易密切往来 双方关系将更加紧密 也让原本就喜欢台湾文化的立陶宛人 特地穿上了传统服饰 用立陶宛的语言和台湾打招呼 接下来贸协将会与立陶宛的23家食品商洽谈 没合台湾几个指标性的通路 不但让台湾民众多点购物选择 也能够实际透过采购行动 这是两国的友好关系 华社新闻中有些红锡与台北报道